哈啰 大家好 我是NOGLE 今天我们来玩一个 没有英雄的血卡组吧 那这个卡组呢 就是让那些缺少英雄的人 也可以组的一个卡组 他的牌其实是 蛮简单就可以获得的 那如果你缺少那几张 那你就用换一下吧 因为他用的那个绿宝石也是蛮多的 所以这套牌组 如果你前期没有英雄 那你又想打得简单 又想 这个简单就是说 又好用的话 那你可以尝试这个牌组 这个牌组其实就是以 血血为主宝 就是直接打扣主宝的血吧 那这套牌组呢 我们全部都是以 打主宝 扣主宝的血为主的话 那我们所上的牌 全部都是 直接会对主宝造成伤害的 那我们这里 一开始起手呢 我们最好就是 全部都是怪兽卡 而且是低费的怪兽卡吧 因为我们的怪兽卡 都是低费的 都是两费 一费 一费 两费三费 都是这样的怪兽卡 那我们的魔法卡 其实就是 蛮多的 可是但是它全部都是拿来 打对面的血的 那 基本上如果你是一个新手玩家 还是说你思路没有那么 清晰的 还是你说 啊 我要简单点玩啊 玩得开心 就是不想想那么多 就是放轻松的玩的话 那这里的话 其实你就全部的牌 就是以打或扣对面的主宝的血量为主 就可以了 那当然你就合理的 适当的抵挡 那一下下 不要让自己比对面快死掉就可以了 那所以 刚刚我们这一局已经开始了 第一局 这一局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看我们全部都是 直接就是打对面的主宝学 那因为现在所有的牌组类型 或者是SG 还是TE的卡组 或者是大神卡组 全部通常都是以三费为基础的 所以通常他们前两局或前三局 都是会直接过掉的 都会省略略过的 所以我们最好的强血机会 就是在我们的第一局的时候 就是派怪兽去把他的血量打下来 可能前三局我们所打下来的血量 就可以让我们之后 用更少的能量值还是魔法值 去直接把对面的主宝学清光 那就可以比较容易的获胜 那其实这一场呢 我就是全部都是以怪兽为主 而且我是没有去抵挡对面的怪兽 除非他能对我造成太大量的伤害 我才会去抵挡 那我们有好几张卡呢 只要他攻击 就会对我们的主宝 就是对敌方的主宝造成伤害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说对面的主党啊 或格党会把我们的怪杀死了什么之类的 我们不需要考虑那么多 最主要的重点就是 把他的主宝的血量打掉 那我们就可以轻松的获胜 所以这套白其实 上分还是你要刷经验 刷经验就是为了可以开更多的宝箱 让你早日凑齐所有的卡片 都是蛮快速的 因为他前期一开始 通常我们都会直接出击把对面打掉 我们看这一波 这一波我不管他有没有抵挡多少 你看我们的所有的被动上面的那一个 这已经足够对他的主宝直接造成气点伤害 这气点伤害是很恐怖的 如果再加上他无法防御我们的怪兽的话 那会直接打掉他蛮多血的 那我们这里就看一下吧 他已经尽量的去防守 那这里他因为他是模糊卡族嘛 应该是玩体力魔的嘛 对不对然后体力魔必死嘛 所以他就可能想想办法用尽办法 可是没有用 你看看我们这一波的那个血量 直接我们还没有出手 应该没有出手 就直接扣掉他主宝的气点血量 所以真是蛮强势的 那这里的话他只剩最后一滴血量 如果他这一局没有回血的 就是没有回主宝血量的卡 还是说 应该是说只有没有回血量的卡吧 因为我们下一把我们直接把我们三费的怪兽卡召唤上来 他会多召唤两个闪铃的主要 然后可以直接把对面这一血量扣掉 所以这一套卡其实超简单的 尤其是如果你想玩的比较轻松 不想考虑那么多 不想去思考那么多 那些有的没的话 那你可以玩这一套卡组 最好真的是超强的 而且又轻松可以获胜 这一局他已经是死了 因为只要我的这一张卡 他一死掉或者是说 这一局他一按结束之后 我们这一张卡 因为他是属于闪铃卡 他会直接自动的自爆 那他的效果就是我们双方都会扣一滴血量 我们的主宝都会扣一滴血量 所以说这一局他一定是死定的 那这一局我们就很轻松的过生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把吧 这一把呢我们起手牌有一个关键 这里就是说我们尽量拿怪兽牌 因为我们怪兽牌是低费的 但是有时候偶尔你觉得说 那两费的魔法卡你觉得要留 因为你已经有低费的一张卡 但刚这一把我就已经有这一张一费的卡 所以我就直接留一张魔法卡 以免说就是之后我抽不到这种关键的魔法卡去 就算要击杀对面的怪兽 还是要打主宝都是对我很有帮助 那这里你看我们这里来的手牌是完全非常好的 所以说我们就是要在前面 进行大量的攻击 就是可以点到对面主宝的血多少 就点多少 所以你看这一局我放上去 我不管他如何阻挡 我就是会扣到他的主宝的血 那很多时候 对这种 怎么说比较偏中后期 还是这种隐秘的卡族 还是说打一些某一些套路的 基本上他们前面是不会去格挡的 因为他们为了保留他们主要的怪兽 来做出最后的输出啊还是完成他的combo之类的 所以你看看他就完全没有格挡 那这个是让我们对我们最有利的 让我们你看因为我刚刚那一波就消耗了他大量的血量 那这里呢因为我发现哦 他这一只怪兽就对我们这里的这一个 这一只 异式的卡 有那种可以击杀我觉得不划算 所以我就浪费了 一张二费魔法卡去把它清除掉 这样的话我们下一把就是这一局 这一把的话 我们这异式的卡还可以再输出 因为他的被动是可以直接对主宝造成伤害的 那我们这一张卡就是消耗我们自己的怪兽的一个血量 然后去打对面的主宝 所以这一张牌就是超强 对面直接投降了 那好吧 认输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一把 这一把是现在对上IC卡主宝 应该是说现在大家可能就是 连续登入7天之后 领到IC就会很想玩这个卡主 其实IC的卡主其实是算蛮强势的 只要他能IC能做出来的话 后面一直就是冰冻冻冻冻冻冻 那你就是很难复盘 那可是他遇到我们这个卡主 就是比较走前期的 那还有消耗血不是跟他打什么防守战啊 攻守战的 我们是直接打主宝消血的话 那他就没有什么优势 所以这一把我们应该可以很轻松的 就把它解决掉 那我们就这样看下去吧 这里其实我们的蜘蛛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前面 对方没有攻击力超过3的时候 他是无法阻挡我们的蜘蛛进攻 所以我们可以稳稳的 打他的血量 那这里你看到他IC基本上 都会是3费卡为主比较多 所以他前两局 我们就直接把他打掉了 5点血量 5点血量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我们需要一张5费的卡 才能 也不能打到他5点的血量 5费的卡一张也只能打到他4点的血量 所以说这5点的血量 就已经帮我们省了很多那种魔法值还是能力值 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不懂 到底是叫能力值还是叫行动值 那有知道的朋友下方留言告诉我一下 那所以呢现在你看 他这种就是他IC卡组的主要的控制魔法卡吧 就是把我们的攻击归零之类的 其实这个是没有用的 因为我们主要的输出来源 不是我们要去击杀对面的怪兽 还是拿来回杀防守之类的 我们不需要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直接消他的珠宝 而且你看现在才第三局而已 他完全没有怪兽 他也完全没有行动值 所以呢他这只要只剩3的话 这局应该毫无悬念的话他就是输了 因为我们手上有两费的 直接可以消掉他主宝血量 这时候他当然不知道 所以他还是会很努力的 就是冰冻 可是没有用啊对不对 因为你已经没有行动值可以发挥 这就是那种大神卡组 就是说那种攻后屏边强卡组的唯一致命弱点 就是遇到这种速攻前期三回合 就决定胜负的卡组 我们这很难打 那这里这一下下去还就结束了 我们就轻松的就要获胜 所以说这道卡组真的是非常强 我是建议如果 你喜欢的话可以组一组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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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